然后看到这次手机晶片大厂联发科宣布了 将要斥资1,150亿元 分两阶段来收购成兴的全部股价 那么这个收购的溢价幅度将近有两成 这也展现了联发科拓展手机市场 还有数位电视的强烈企图型 你我人手一机 让手机成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BGP 最关键的手机晶片零件 IC设计龙头联发科 堪称亚洲之冠 现在又宣布将以换股方式 收购数位电视机上盒为大宗的成兴 联发科以每股0.794联发科股票 以及现金亿元收购成兴股票 成交金额相当于新台币1,150亿元 预计2013年初完成 联发科大动作并购 主要补足无线网通 以及数位电视机上盒IC等产品条件 更强化联发科今年 抢供五成大陆智慧型手机晶片市场 也展现挑战全球龙头高通的强烈器图心 那即使是手机跟TV这两个平台 它在后面共用的IP 或者说软体技术这方面 其实是可以共用的 那这些经过整合之后 其实整体的资源运用的效率 这个productivity 这个会大为提升 联发科深耕手机晶片 以及无线网通 成兴则是电视晶片市占龙头 IC晶片双雄合体 犹如全球IC设计一个高通与博通的混合体 联发科年营收更渴望回到千亿元 也受到全球手机品牌和电视品牌大厂高度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